大家好 欢迎回来澳门电台EP19 今集的COPPET是说什么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很哲学的东西 开心到底是如何定义开心呢? 是不是一定跟金钱要挂勾呢? 即是有钱才开心呢?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东西 先问一下你觉得钱和开心是怎样看的? 钱可以买到开心的 这个我不反对 你可以买一下鞋、玩具、PS5就会开心 但是开心就未必一定是用钱买回来的东西 应该是说你有钱的基础底下 其实真的开心很多 至少你不需要为生活去币 或者是很多东西都不需要去想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就是钱是有基础 但不代表是全部的 我觉得开心有一个人生有一个选择权 那你就会有开心 或者这样问是 是不是一定要很有钱呢? 还是有钱 不如你不是每天都要买PS5 你买了就可以了 你买了你玩的时候 是除了电费之外 你不用付钱了 对不对? 我可能要付游戏钱 OK? 游戏钱也有限数 但是你知道有些人是要 每天都要出去吃好西 我说我要 要 我又想不到 因为我消费这些钱 总之就是每天都要花钱 要有一个消费欲望才开心 你觉得怎样看这件事? 怎样看呢? 我觉得关于什么钱 需要很多钱呢? 需要物质生活 还是开心呢? 开心首先你有选择权 你可以做和不做那样东西 你可以做上班和不上班 还有你买东西 你买东西 你买东西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上班 这个听起来很开心 是的 或者你现在没有工作 你可以选择休息半个月 还是选择立即去运工 做自己 应该是那些小朋友说的 做一些想象中的自己 活出自己 起码工作上 或者是人生上 家庭上 好多都是自由的 是的 每个都自己想过身 其实这都挺开心的 不需要说 因为有些人的选择 其实是没有选择的 一定要上班 一定要上班 身上有很多责任 要背负住 而那些责任 就是可能要赚多些钱 或者是一天 至少一个月要赚到多少钱 要去承担很多不同的开支 那些人生其实我觉得都挺苦闷的 但是你说有很多钱 但是太多钱 你多得不知怎样花好 或者是你纯粹唯一花钱就花钱 其实是没有意思 就是行私走肉的 这样也未必是开心的 所以这个定义是可能他自己 首先不是说有钱 有基础 可能是金钱自由 然后就是所谓的财富自由 或者是工作自由 这样就开心了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开心的定义是每个人不同的 要关乎于他的价值观 还有他那个人的嗜好 和兴趣 因为这个是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就是落个list 然后list 你每个月一定会做的东西 的十样东西 你这十样东西 到底每样东西是要花多少钱的 一个月 例如我自己为例 我有做这件事 例如我 是一定要看动漫的 我喜欢拍照的 我喜欢画画的 我喜欢打篮球的 可能我要养猫 有猫我都很开心的 我会和朋友出去喝两杯 就是有十样东西 就是List 这十样东西 就基本上 如果我没有第十一 第十二样东西 我都可以的 我都活得很快乐的 就是这十样东西就足够了 然后再回头去看这十样东西 到底要花多少钱 就是譬如打篮球 我自己写的就是0元 因为真的不用钱的篮球 就是你可能要投资一点 就是买球鞋 买球鞋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额外 这个有平有贵 而且它消耗的时间都很长 你球鞋不会一个月就烂了 你可能一段时间都可以用这东西 所以我自己个人来说 有很多兴趣都是不太花钱的 所以相对来说 我的开心和金钱的挂钩就会少一点 就是我越多钱是不会越提升我的开心的 但是相对有些人 有些人可能他的开心和金钱很挂钩的 就是他可能要经常去旅行才会开心的 是不是自然和钱会挂钩很多 那你们呢? 你有没有一些 你们自己觉得令到你开心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很简单来说 就好像我有时候可能早上做完东西 然后下午就没做了 那时候我就外面吃完饭后 我就看看手机 待会吃完饭 这个时候就上这部电影 我就开车过头去看电影 看完电影之后就吃个下暗茶 然后回到家 我觉得这个生活也挺正的 也挺捨意的 因为我以前不是那种 就是说我想看电影就立刻看电影的人来的 那我去到现在大过了 我觉得好像拥有自己的人生 就是过了自己 起码做多东西都是 我和你一样觉得不需要花很多钱的 但是那个有基本的钱 做到自己想做的东西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 这个是简单的开心 我听到这个真的是基本的钱 因为说真的看电影就不便宜 但是你一个月看了多少次电影 你一个月都不会上很多电影 你又不是每部都看的 不是每部电影都很好看的 有限钱但是可以令到你自己开心 可能你不是只有那天开心 你看完可能你几天心情都会很好 这个是一个值得的投资自己开心 这个是一个模式 就是这个模式是我做完事 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生活 都是两点一线的 就是我做完工我回家了 但是回家又不知道有什么做 但是你不是的 你中间可能你就去一去看电影 然后逛逛街 你都觉得那天很chill 或者是有一种很捨异的感觉 辛苦完又休息 但是回家说很多人两点一线 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时间 是的 你忽略了一件事就是你都可以控制自己的时间 这个是其中一样快乐的点 因为你有这样的时间可以去看电影 你不用趕着回家买菜煮饭 对不对? 还有另一个点就是 就是我做几天和朋友聊天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做自由职业的工作 他就会比较焦虑 因为就算他现在不停有很多工作 他对于未来或是下一年 就是过几个月就下一年 他不知道之后有什么工作做 但我不同的 我本身做的工作就是我会规划 我之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个剧团 会规划未来这几年有什么戏要上 要开始准备 至少我知道自己的将来 至少未来这几年 我都不是等机会的人 我是要自己准备的东西 我会没有那么焦虑 相反我看到我的朋友 虽然他有很多工作 但是他会很焦虑 因为他掌握不了他的未来 他就不太开心 你这个也挺长远 要掌握到自己的未来 这个当然是理所 当然是会开心 没有人会想自己的未来很迷茫 不知做什么 阿力呢? 你开心的事是什么? 开心的事是可以打下机 打下机和打下机 打什么机 打下机和打下机 我明白的 这些我都很开心的 我和你一样 对 其实我开心就是没有 有很多烦恼 可能你放监 可以有些时间去逗留 看看废片 看看动漫 看看动漫 已经逗留了一会 已经很开心了 这个应该很多男生都喜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能一般人会做 有些人很喜欢行山 我要特意去做这件事 但是我是觉得很开心的 会不会有些 有些东西 你之前有拍照 我拍照 好像整个人生活 生活会放慢了 拍照的时间 就会很 不要开心 但是轻松了 那个人 不会有那么多压力 至于那个时间 就是拍照 不会有其他烦恼 自然你没有这些东西 虽然不会开心 但是压力没有烦恼的人 那时候已经不错了 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兴趣 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因为有些人是没有的 上了年纪 这些人没有什么兴趣 我觉得他们 就是为了上班 下班 下班 吃饱了 然后睡觉 第二天又重复 上班下班 下班 吃饱睡觉 有些人说得对 有兴趣真的很重要 有些人真的没有兴趣 他说兴趣就是睡觉 我回覆他的兴趣 我回覆他的兴趣是人的本能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 这不是一个 除了人生存以外的一些 我兴趣是献及的 你拍照 你不会说我不拍照就会死 但是这个兴趣是额外得到一些东西 而且拍照算是一件 我觉得算是艺术的一种 很多时候艺术的东西 都可以令人开心的 所以 其实怎么定义开心呢 可能有程度 刚才说哲学的东西 其实都挺偏向一个人 好像一个感受到这个艺术 其实都是一个很开心的东西 懂得欣赏 对于自己来说 这种艺术 不一定是真的来说那些艺术 什么音乐 画画 不一定的 有些人可能 我喜欢拆那个胶 拆整个泥胶 都是 他觉得这件事很疗愈 这件事是一个特别的 对他特别有意义的成分 我觉得对于他个人来说 是一种艺术的感受 他都会觉得这件事很开心 最重要是找到开心的东西 对吧 起码他人生有一个追求 就是你除了上班下班 你还有自己其他的追求 当然 存钱买楼也不算 因为我之前也听过有个朋友说 他在上班下班 回到家就很没工作 或者是有一个做保险的 他刚好那月就追到那个数 入了什么MDRT 他就很开心 他说他没有 他直接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说他没有那个开心的状况 为什么不是入了那个 他有什么百万元桌 应该是说 他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之前 他觉得我有这个目标 他就用心去做 用心去卖 但当他真的做到之后 他就发觉 这件事不是他想做的 不是他追求的 不是追求的 他就好像一个傀儡 别人告诉他要追这件事 他就追了 但追了之后 没有成就感 我做来干什么 他误会了 其实也很坦白 有时候我们上班 其实都是追求一个价值 或者是满足感 你工作会有成功的成功感 是不是满足感 但如果当这件事 不是的 纯粹就是上班 就是要收到的份量 纯粹就是为做而做 但是这个 其实很坦白说 很少人可以做到 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因为这个 我有问过 我的朋友 一个朋友 就是开心 你觉得怎么开心 他开始回答我 就是觉得有钱就开心 但是我又继续追问他 就是你有钱之后 有钱是用来做什么 他想了一下回答我 他就说 有钱我就不怕 如果突然间我要用钱 比如有什么病 或者家人有什么事 他要用钱的时候 他拿到这笔钱出来 他就会安心很多 他就说了自己的原因 其实他就是想 有一块钱是随时被用的 他想有一个安心 安心对于他来说 是其中一个开心的方法 因为可能他危机意识重 对他来说 如果户口没有一定的数 他就是每天觉得不安乐 那就不开心 这个是 因为他自己被压力自己 这个也可能是这样 但是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 有些人都真的 如果户口每次不是加数 只是负数没有加 有些人会很焦虑 这个会 当然这个是被社会主义分途了 你不可以负收入的 我们是搞不定的 但是如果 这个是关乎更加深层一点 到底你要不要去接受这件事 负收入无数位 我现在又不是负到底 但是有些人要供楼 要负收的时候 他一负收 就压力就倍增了 是的 所以我的朋友就是 可能对于他来说 他跟我很不同 他那个价值观就是 他要追求开心 还有他也有说的 安心完之后 他就是想我出街吃东西 你不用看着餐牌哪个贵 哪个便宜 我喜欢吃什么就叫什么 我根本不用看它贵还是便宜 我就是喜欢吃这个东西就叫 这个也是选择的问题 好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朋友 他不单止工作不太稳定 因为他还最近搬出来住 他住那里都要交了一万元租 所以他又工作不稳定 又不停有支出 其实我明白为什么他会招累 他租了一万元都住得多好 看海景 他去自己家里看烟花 那他会不会给了一些压力 他开不开心 他会开心的 看烟花是开心的 开心的 对于他现在住的质量和质量都很开心 我上过去去那里有几次 是很舒服的 你看着海 你家里是不用开灯的 很大的自然光 每个月有十万多元交租 一万元 这两个东西会抵消的 对 我听你们这样说 我想到一件事就是 每个人要做那样东西会令自己开心 就是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那你做那样东西就会很开心 甚至大时代一流清雲 之前我看过一部皮克斯的电影 叫《灵魂急传话》 就是说每个人做那样东西 你会进入一个叫Zone的世界 那你在那个世界里面 你就是得自己一个 但是你做那样东西就变成熟能身后大师 没有人騷扰到你 那个时刻你是最开心最满足 就算你去煮饭炒菜 只要你进入了Zone这个世界 那你很用心去煮饭 就算你做那样东西不是说艺术 但是你对比也是很开心的 就是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世界 这个很有趣 这个延伸的题目 因为我也想说一下就是 就是我刚才说到我喜欢画画 因为我是真的有这个感觉的 就是画到忘了我 非常忘了我 特别我现在自己住 不会有家人叫我吃饭 我真的有时候 我也不会特意去吃饭 因为我在做这个作品 我在享受这个画画的过程 我不会觉得很辛苦 要画什么 要画到什么时候 不会的 我根本就是不停的 因为想到想画这件事 我就一直在画出来 画到我觉得我脑已经够了 已经满足了这件事 可能就是刚才阿力说的Zone这个世界 你们两位有没有这些东西呢? 有没有试过 我以前有的 但是结婚后就没有了 你以前那个是什么? 我以前是写东西呢 我可能在房间里 可能我自己 有一段时间 我家人搬了出去住 整个都只有我一个 我便写到喜欢的 我便下去买个饭 慢慢吃 吃完之后 就慢慢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即是你也是 废寿不会忘了 哈哈 因为我是平时 我以前是写东西比较多的 但结婚后 我有一段时间很迷茫 迷茫是什么呢? 就是我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即是怎么说呢? 我好像我睡觉 然后 因为我晚上是很夜睡的人 我看手机 看到够了便睡 对不对? 我手机很多东西看 比如说很多片 很多废片 YouTube很多选择 我喜欢便睡 我便睡 但我另一半不是的 我另一半是比较 我睡觉 你一定要在我旁边 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 没有写东西 因为我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即是像他所说 你废寻忘 你投入在这个空间 你也有空间 空间是不可以有人打扰的 即是会有人不停地问你 你怎样吃不吃饭 你怎样吃不吃饭 这个认识 这个认识 很可能是吃饭 即是你很难 你可能很难投入到 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因为其实你做的东西 都比较说的 你的风格来到 你就做它 但那个人就是 藉着关心你 然后他打扰你这个世界 你觉得很精神受到压迫 对 因为说真的 入了那个 刚才说的Zoom 那个领域 你真的不想有人打扰你 因为我说废寻忘七 不想吃饭 不想睡觉 我连吃饭 睡觉 也不想打扰到 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阿里有没有试过 进入这个状态 之前都有砌模型的时候 其实砌模型 可能由早上 9点起床 砌到晚上12点 中间不停 就是这样 这些都是 还有有时拍照会 会走出去街拍 可能那时候走一天 你觉得没什么所谓 因为走到哪里 都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 人事物 因为那时候也有试过 拍照也有这个状态 就是那时候是先拍飞临机 飞临机 你知飞临机 没有得马上看 没有得马上看 还有它一卷只有36张 我每拍一张都很珍惜 有时是夸张得 我看到这个景很漂亮 然后我就扣图 然后看观景窗 对了很久的光圈 最后放回相机 不扣 我也有试过 这个感觉是 我很专心投入去构思 我想每一张飞临机 都是觉得值得去拍摄这件事 所以我先做了这个放下的动作 后来我想起这件事 我觉得很瘋的 甚至这么夸张 你试试拍也行 但是那时那刻 真的想到所有东西 然后发觉都不拍摄了 纯粹是很享受 很专心去做这件事 这件事是挺正的 就是沉迷去做一件事的感觉 我觉得有些人是没有这件事 我觉得是可惜的 人生是要体验这件事 才是真正在过你的人 要找到自己的世界 对 应该是说你会找到自己的才能 因为你其实是找到自己擅长做一件事 才会投入 做人有挖掘到自己擅长的什么都很重要 没错 你的世界是百万圆场无事都可以 照顾台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今集说到这里 好 下集见 拜拜